這次的新專輯RICE有11首歌 然後是跟我的好兄弟Patrick Brasca一起做的 因為他是這張專輯的製作人 然後這次的專輯裡面有很多不一樣的曲風 有搖滾 有饒舌 也有抒情 然後有包含跟泰森佑錫一起合作 Just Break Up 那什麼時候可以演唱舞夜再來香港 6月還要再來 6月 對 6月21日 22日 在哪裡 家人嗎 啊 還不能講 哦 家人這次都會來 是不是 家人嗎 對 會 家人這次應該也都會跟上 對 有什麼特別的 驚喜給你上場的演唱會 我覺得這一次就是 因為這一次的主題是上場演唱會 然後那是我 上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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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演唱會的時候 那算是我第一次比較大型的演唱會 所以這一次香港的呢 我會希望可以盡量去延續在台北演唱會的很多東西 當然也會有很多台北沒有的特別給大家 包含一定會有新歌的演出嘛 然後中間的一些橋段就一些特別的驚喜就 不方便講 到時候大家來看 為什麼不方便呢 因為 脫衣服 呃 穿衫 穿衫 真的嗎 脫衣服 不用花錢 那工作觀察品有沒有想拍戲啊 香港拍電影 哇我其實很想耶 因為現在是有開始在嘗試拍戲 但是 但是在香港拍電影的話 感覺廣東話也會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 呃 我目前應該會是今年 嗯 沒意外的話 因為前陣子有跟 呃 一件哥一起拍一部影集 嗯 對 然後 呃 呵呵呵 不知道什麼時候上 我覺得拍戲最 跟歌手最大的不一樣 就是 呃 拍戲這件事情 太 很多人一起完成一件事 然後 呃 呃 不像我發張發專輯 我很快就可以知道我什麼時候可以發 什麼時候可以 可以讓大家聽到 那樣